一輛黑色轎車不斷加速 往前衝 跑給後車追 途中不斷任意變換車道 只見前方路口 一輛警車早就等著他 看到黑色轎車一出現 馬上一個大轉彎 要把他擋住 黑色轎車看到警車 似乎知道逃不掉了 乾脆撞上去 警民員警將男子拉下來 壓制在地 沒想到他還是不斷亂動 不肯乖乖配合 我也要用手機先拍 黑色轎車和警車卡在路旁邊 兩輛車頭幾乎扭曲變形 怎麼會跑給警察追 原來這是一起感情糾紛 22號晚上11點多 有民眾報案 說自己姐姐跟前男友 出去談判之後 遲遲沒有回家 後來看社區監視器發現 姐姐竟然是被強壓上車 嚇得趕快請警察幫忙 一路上女子家屬 也搭著計程車在戲紙 一帶繞不斷尋找他們身影 沒想到凌晨3點多 已發現車輛男子 直接跑給他們追 馬上利用各種的方式 利用我們看手機的定位 還有我們轄區監視器的畫面 來追查這個犯險的車輛行蹤 倒霉被撞兩名員警 分別用腳踝夾傷還有雙手擦傷 恐怖的是警方還發現 女子身上有刀傷 遭到男子持美工刀劃傷 現在女子已經送往醫院治療 根據了解 兩人是在網路遊戲上認識 女子還懷有她的孩子7個月 只是證明男子談判的恐怖行徑 不但毀了雙方感情 現在衝突警車又有最佳一等 得不償失 記者許志明詹說 新北市採訪報導